记得点赞关注我们哟 哇 我们 哎呀 在马上要走的情况下 看到了一个老奶奶卖的披萨 然后我们都沸腾了 可是这个有一点点油 我该怎么打开它 好软 还是热的呢 好好看呀 好软的 它是一块这个样子的 配上我们昨天买的辣椒酱 哇 它告诉我这个超级软 这已经是怀意大利之旅的第9天了 我们在巴黎休息了一晚之后 就要踏上新的旅途 这一天都要赶路 目的地是意大利中部的海港城市 安库纳 从巴黎前往安库纳 路程5个小时 有收费债 在安库纳 我们预定的民宿是一条游艇 价格并不贵 这一天都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大家一起来看吧 我们找到了一个荒芜人烟的停车场 但是没有人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煮螺蛇粉吃 自己带的有垃圾袋 然后有水有锅 有些朋友吃 你要把荒芜自己带走 给我筷子 筷子 刚才你拿出来的是吧 拿出来的 我拿出来的 我先把你们两个的粉 放在这个碗里 因为我要用空出一个碗来留料 我要知道下面做汤的量 好 没有勺子 我就只能这样吃 我觉得我的碗太小了 好吃好吃 这是上层甲板是吧 能开的吗 能 这样的 就开了 看看 我正录着呢 快快上看 看我睡 慢点 明天在这拍照 明天7天起来拍照 在这个地方 真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住的一艘船上 一个游艇上面 一个游艇上面 就是真的太小了 但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这是两个床 像那个火 我特别喜欢住这种床 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里面有个小房间也蛮萌 那小房间 那个形状挺可爱的 进行看看 嗯 在这个床 我一晃晃晃 我真的有点饿 能住四个人 你看这是一个船头 住四个人 这是洗手间 真的 这里都是游艇 有些植物 今天我们又开船出发了 这是驾驶舱 然后上面呢 就是一些窗户 沙发 通过这个底下呢 就进到这个厕所卧室 这边是一个冰箱 上面这个呢 是一个厨房的那个炉灶 把这个蓝色的板子拿开 就是炉灶 这是一些小柜子 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豪华的一个游艇 是一种 一种不同的体验 还是非常不错 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厕所 来 是一个门 去哪里 这个厕所华 这个厕所华